彰化縣2019世界機關王獻賽一日在北斗國中舉辦 賽事分為GreenMake機關整合競賽和R4M機器人任務賽兩項 今年共41個隊伍約200多位選手同場競技 選手們結合AI人工智慧標創意 將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透過動手實作 融合創意 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世界清光環的一個現賽 最主要這個比賽獲得勝選的選手 可以代表彰化縣來參加我們的台灣賽的世界賽 這邊最主要就是要說學生從動手做 然後從做中學來把我們平常 我們很生意的學習到的一些原理 能夠融入到大家的一個創意 做出來適合我們生活上的一個需求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期盼 彰化縣長王惠美與學子展現AI人工智慧 示範R4M機器人任務 以平板操控場上的機器人 成功將洋芝趕回他們的窩 西風王的比賽結合了我們的Steam的概念 將科技融入到我們的課程當中 讓同學可以藉由我們這些闖關任務的完成 透過思考邏輯解決問題的方式 來提升自己的素養跟能力 得獎的前幾名的選手 可以代表彰化縣8月1號到台中的中興大學 去參加世界機關網競賽 會來自世界各國的孩子 跟我們台灣區北中南各縣市冠軍優秀的隊伍 一起來較勁 然後去爭取世界的一個榮譽 機關網競賽主要透過動手實作 來培養學生的Sitting能力 將生硬的課堂知識轉化成極富巧思的作品 符合即將推動的108年課綱培養學生素養的精神 讓學習不僅是學習 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應用 公益頻道林俊明 北斗採訪報導